本土病例有15206例 那境外移入的有206例 那死亡数的数分是26例 数位发展部 我们在今年即将成立数位发展部 加速推动国家数位发展政策 并且让台湾在数位发展方面的优势 能够持续的领先世界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73天前小英总统才宣布 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 推动数位转型 73天后 恭喜小英政绩在加一 没有民进党做不了的事 只有民进党不想做的事 数位发展部将统筹数位治理 与数位基础建设 协助公司部门 数位转型 打造数位任性环境 连接公民与技术 提升产业与安全 行政院宣布数位发展部 将于8月27号化牌成立 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接任首任部长 未来唐部长将致力建构 数位服务跨域的协力典范 以及促进跨国公民科技 与资料民主化的共同发展 数位绑定 武力全开 武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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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岁的唐凤 不仅是行政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政务委员 也是全球首位跨性别格员 专长是自由软体城市设计 2012年担任 Gov Zero零时政府共同创办人 疫情期间建置口罩公许平台 简讯失联制 居隔单之乱时推出数位证明平台 一度被日本媒体封为天才IT大臣 那这个资安署负责相关的资安的工作 但是在院级还是由由副院长为资安长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 那相关的检查通报政策的行程 有会在不同的院跟部级去来推动跟实行 数发股架构包含数位产业署 资讯安全署两署 数位策略司 任性建设司 资源管理司 数位政府司 民主网络司 与多元创新司共六司 行政法人为资安研究院 预计年底成立 资测会 电信技术中心 与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则是 负责同管的财团法人 数位发展部的两位政务次长 分别为担任国发会亚洲戏股计划人次长 负责物联网自安及5G开放网络推动平台的 杨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副教授缺和铭 以及现任易卡通董事长李怀仁 曾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幕僚 负责协助建制口罩 实名至极振兴三倍券系统 看着如此精美的人士阵容 究竟是全台最大发包中心 还是网军认知作战训练部 罗还不知道 只是接二连三外交部 总统府台大等 网站遭害的网络攻击 数位发展部的第一个考验降落 大家先准备好鸡排 就等着看台湾顶尖天才出手啦 特别要讲没有换汤不换药 这个反而是扩增了 它相关的编制人员跟能量 其实我们要面临的长期的问题是 资安的专业人员的培养 专业人员的留财训练培养 这一整套是一个重中之重 大家拭目以待啦 中国持续对台军演 裴洛西访台效应仍在蔓延 中国自4日起包围台湾进行实弹军演 原定于7日中午12点结束 随后延长至今日上午10点 并宣布在靠近北韩的渤海 和中国与南北韩间的黄海 分别进行10天和一个月军演 这次加码的不是主委是主席了 中国央视昨日报道更宣称 台湾海峡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共军日后将常态化 在海峡中线以东进行演习 陌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共产党又漂洋过海 来消耗两边国防预算 推广芒果干了 这根本太扯了 多支轰炸机编队 按照预设航线 贯通南北 同时双向穿越台湾海峡 随行多军兵种 环台岛禁闭涉压 包括从黄海 再到东海 再到台海 再往南到南海 这一系列的海上交通线 是中共的一个命脉 所以它逐步的扣张 这个制海权 国防部表示 昨日截至下午5点 真火共机66架次 共建14艘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 进行海空联合演习 其中有22架次 共机飞越海峡中线 共军大秀军事资源 我军静静地看着中国装逼 搜集军事情报 毕竟陪米飞还要喷钱 然而部分国际航班 受军演影响 需要到或取消 原来渔民才是最前线 本来说三天嘛 那你现在又演艺天 大家多少会觉得说 这样子到底 到底要不要出门 老共的飞弹 跟台湾的房价一样 都是几十年的老东西了 还是惹不起 共机三步五十来台打卡 也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 骂照跑 舞照跳 当然是继续过着 新台湾模式防疫新生活 不然算数字老实算书也没意思 台湾是一个海空战场 如果它要发动真正的两栖作战的话 要集结部队 那可能要30万50万人的集结 是不可能说不被发现的 所以才会说它是一种神经宅 许多媒体和专家分析 习近平可能会在今年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AKA二十大 继续寻求第三任其连任 只是寻求不是动词 这次美国铁娘子裴洛西 直接用飞机里程数打脸共产党 主席就拿出百亿补贴战机狂飞 国防部推测中共犯台时间 最可能发生在2025年 美国则推测是在2027年 爱做梦的人永远不嫌多 你看看中国驻发大使在攻三小 她已经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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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你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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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十年 十年 二十年 大部分的民主党在台湾 是在平成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现在现在他们是反应不想不想 因为这个DM progressiste 它发生了很多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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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七十七億的矽冬縣的核定 新北市負擔兩百零五億 中央負擔五十八億 我想新北市在矽冬縣的經位的負擔 絕對扛起責任 所以我們負擔了大約中央的四倍 光天化日之下 胆敢在蘇院長面前 当中方院長洗臉 算賬言論大可不必 口友宜真的很不友宜 然而蘇院長不只會反直群 還懂得在台上反擊 剛才侯市長 特別就錢的部分 你講很多 有一部分是提醒 台北市先變 將來他會還你的 三百七十七億里面有 一百七十七億 是基隆接引的權 這裡有中央負擔 不過你一個院長跟一個市長在這裡算賬 不好看 我們都是感激的 都是願意的 都是新的市民的 也許未來給你錯誤的影響 也許選舉比較緊張 這位是我們的鎮長候選人 無名小鎮最壞的混蛋 閉嘴一群低能啊 對手是台中市長連任失敗 想選台北市長的新北市長參選人 這種躺著選的選戰 真的很令人緊張 院長跟市長算賬不好看 但拜託多來幾次給我看 侯友宜事後受訪表示 雖然新北市負擔二百零五億中 有二十九億是台北市要代電 但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可能 大部分仍需由新北市負擔 我覺得經費不是重要 都是取之移民 用之移民 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同心其力 其實我不在乎選舉的問題 我最在乎的是 市民朋友 想關心的西東線 也是二十年沒有核定 想關心的淡北道路 二十六年沒有核定 只要能夠去核定 我馬上動工 馬上行程 捷運東西線的視察訪問 在選舉年的重點也是擺在選舉 為了讓新北選戰看起來更緊張 蘇院長也在台上致辭時 自度感謝前交通部長 AKA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 兩人隔天再度同台 院長上台還要再虧一下市長 畢竟院長都說過了 行政院的工作也包括顧選情 這也要感謝當時林佳龍部長 他決定了這個大方向 林佳龍交通部長 他成立了溝通平台 解決事情 過程一定是到家齊心合理的 少講一些自己爭光委託 少講一些傷感情的話 做好最好 今天看 我市長都一直感謝 還一直拜託 這比較突然一想 一個氣質人從出生等到成年 從黑法等到白法 等了二十年的捷運 選舉到了畫好大餅 未來完工可能還要再等十年 除非你是牙醫可以喊八年 或者改讓民進黨執政 但你各位請不要誤會 院長絕對沒有再助選 不能夠因為 我過去沒有要參選新北市長 然後當交通部長的時候 很感謝我 現在我因為是競爭者 那就都絕口不提 行政院一天到晚 就在全國各地做事情 來應人民的需求 解決多年的困難 對有做事的人 我們給他感謝 本來就是做人的道理 不是為了助選而已 吼 你大放絕詞 無所不掰了 我愛你一生一世 擺追蹤訂閱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 我愛你一生一世